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都會撞傷的 人撞傷在哪裏最大件事呢? 就是這個脊骨 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脊骨這個問題 一有損傷 其實那個影響就很大 甚至不能復原 究竟最近有沒有新突破呢? 其實那個突破 你就可以由幾方面去講 我們一直都有試圖去追蹤著一些 比如是基因療法 分子生物的方法 甚至乎一些用電脈衝刺激 來令到那些受傷的人去復原 我們都很留意的 因為對於照顧的人和受傷的人來講 都是一個很大的折磨來的 但是有沒有一些很基礎的研究 而且也是一個比較重要的貢獻 在這個星期那裡有公佈出來呢? 就新鮮滾熱了 在我預備節目的 現在做節目之前那幾個小時 我就看到《自然期刊》出了這個新聞消息 它就說什麼呢? 應該是屬於世界上第一個叫做 一個動態的動物 就是有生命有隻碎的動物 它如果那個隻碎受損的時候 那個修復的過程的一個動畫 就是那個動畫仔細到 就是去到每一個的細胞層面那麼仔細的 那就是第一次有一個很原備的資料庫 就完全動態地追蹤著 在60天內那個脊椎骨受損之後 那個修復的機制是怎樣去發生的 有了這個資料其實是很重要的 就是我們去了解裡面的那些生化機制 就是裡面的那些細胞是怎樣走位之後呢? 那就令到我們可以適時去介入 就是究竟去怎樣去用藥 以及用什麼的療法 是令到一個脊椎受損的時候有適當的藥 是令到它恢復得最好 那在這裡就應該會有一些的幫助 但是可以這麼說 這一套這樣的 用它的那個術語是要一個四維 四維的叫做脊椎 就是脊椎受損的一個叫做atlas atlas我們中文也叫做地圖集 就是一個全部追蹤的一個動態的影畫 在這裡我會這麼說 就成為了在目前來講 應該是追蹤著那個脊椎收護過程 最原備的一個資料庫 所以就連那個自然期刊都將它公佈了出來 那個研究的機構我一時間都沒有抄下來 我自己都不記得了 可能台長一會幫忙去看一看 那它現在這個脊椎模型 其實不是人的脊椎來的 是老鼠 那它要特意在實驗裡面 就要用到很多的這些爆老鼠 就將它 其實都有點殘忍了 就將它去施加不同程度的脊椎的傷害 而且是有不同的位置的 它在這裡引入了18種不同的程度 不同的位置 總共18種的這些這樣的脊椎傷害 在那有多少隻呢? 應該是用了52隻白老鼠 52隻白老鼠有些有事有些沒有事的 但是在有事 整到它有事的那些白老鼠裡面 就引入了18種不同的這些這樣的脊椎的傷害 然後就一直追蹤著它那個恢復的過程 由它第一天 第四天 第七天 第十四天 第三十天 直至到第六十天 就看它裡面的那些細胞是怎樣走位 是怎樣企圖去恢復的 當然對於一些比較輕微的損害 你會看到它恢復的過程就清楚一點 但是有些可能它比較嚴重的損害 就都不是恢復得好 但是你會看到裡面那些細胞怎樣走位 怎樣企圖去挽救這個局面 那就提供了一個應該是有史以來最詳盡的資料 你剛才問的那個 應該是日內瓦的瑞士聯邦理工學院 也有些證明的 又是這些 雖然我不太喜歡在大學排名 但是這間也在大學排名裡面就經常是名列前茅的 OK 但是如果你說看到 那怎樣有幫助我們將來去研究 將那個脊椎的損害恢復呢? 在這些研究裡面 它是獲得了一些新的知識的 那剛才說少了一個數字 那它原來整個動畫裡面是總共追蹤了48萬個細胞 就是在它那隻骨裡面48萬個細胞 一路看著它 裡面可能有很多類不同的細胞 它是怎樣去走位 就是整個收戶的過程是怎樣發生的 那譬如我記得專家的朋友他講 其實一個人斷了骨 那是怎樣去 因為本身我們的骨頭硬滑滑 但是我們的骨頭是有生命的 是懂得自我恢復的 那我說那骨頭怎樣懂得自己 在哪裏向哪裏迫回呢? 那原來我那位朋友他講 你只要首先拉直它 在一個方向那裏 它們在幾天之內就會形成那層膜的了 那層膜是包著未來的那條骨 預備定未來的那條骨生回來的了 所以其中一個很重要的就是 首先有一堆細胞 它就是幫你形成那個膜 幫你分開外面軟組織的世界 和那個膜裏面準備生骨頭的那個世界 原來首先要搞清楚這件事 那才能夠令到最後的結構是出來的 就是有一點像我們去倒上那個帽子 有那個帽子罩著 然後它就在裡面注入回去要的材料來生硬它 這樣的意思 那原來在那個脊髓受損那裏 都有類似的情形的 因為一損的時候很多時候就是 會腫、流血、有些血液 那它原來第一件事你要首先 就將那些微絲血管爆了那些部分 和那個受損預備成為未來的赤穗神經那部分 是要分開的 所以如果它的損害不是很大的時候 那它就好像結了一層膠那樣裡面 那層膠那個鋪的那個平面 就和原本的平面沒有什麼分別的了 你原來就是好像你去酒樓吃骨髓那樣 那條骨髓本身就是在那個原柱體裡面 沒有到處擠沒有什麼的 那它那個膜就包著那個原柱體形狀 然後就沒事了 但是如果是一些受傷比較嚴重的時候呢 它那個膜有時候未必會生得很漂亮的 就會到處去不知道什麼時候 就所謂結了一個縫出來就是這樣的意思了 就是那個縫最後結完出來之後 它雖然和你都分開外面軟組織的世界 和裡面的骨髓世界 但是可能裡面的骨髓世界的東西是博不通的 可能會是這樣 那這個就是那些叫做癱瘓的這樣的情況 講回這個研究 它的價值在哪裡呢? 原來它透過追蹤這48萬個 這些這樣的細胞的活動的時候 它就會看到那些細胞 在那1至60天那裡是怎樣去走位的 尤其是它追蹤到其中一種叫Astrocyte 這一種的細胞是扮演著 是包著那個脊髓傷口 令它分開外面血管的世界 和裡面接下來要生脊髓神經的世界 的那個細胞 它原來發覺就是 對於一些年輕的老鼠 它去產生這一種 就是有那個觸動的基因 去產生那種Astrocyte 這種細胞的能力 是比老年的老鼠是高的 這個就解釋了為什麼 譬如老年和少年 它那個脊髓自我修復能力 是有差異的就是這樣解釋的 所以為什麼年輕的復原能力好 就是原來它形成那個 包裹著傷口的那塊膜 就是包裹著那個裸露的脊髓 那個傷口的那個膜 就做得好一點 就令它生得好一點 它會這樣形容 它裡面其實是一個叫做 一個血液 以及形成了一個血液 與這個脊髓的一個barrier 一個屏障 這個概念和我剛才說 你去生骨那樣東西是很像的 就是你如果骨頭要生 又是身體懂得自動走位 不是只是有堆血 有堆東西在那裡就算了 你是要懂得替你倒個帽子 把那條路弄出來 對於骨頭的修復也一樣 會有一個膜生出來包著它 原來這件事情 我們現在才真真正正可以 應該是在一個顯微鏡的世界之下 就是動畫形式 這樣一天一天的追蹤 要看清楚 原來在那個修復這個 脊髓神經那裡 都是有一個這樣的機制在那裡 證明到我們以往有一些圖像是對的 就是說 你最好趁著頭的七日至七個星期 就是它那個修復期的時候 就盡量讓它博通一些東西搶修好 就是令到它最後結出來的那個縫隙 就不要結得這麼噁心 就是令到它有條路出來了 那它復原的機會就大了 那對於很多已經是受損了很久 已經是重新包得不好 但是受損程度比較大的時候 然後最後那些神經通不回的時候 那為什麼就比較難重新去觸發去生長呢 那這個就是明白到那個機制在哪裏 那當然了 其實有一些東西我們都知道的 就是以後我們怎樣去介入這個治療呢 那我們都知道就是 就是頭過六十天 應該是頭過四十九天也好 頭過二星期計的時間 就是你要盡量去提供它多一些的材料 讓它形成那些可以去形成那陣屏障的那些細胞 你要令到它就生得好一些 那麼在這個研究裡面呢 它有試這件事情的 那麼它就拿那堆年長的老鼠呢 就讓它去做一些基因的改造 那基因的改造呢 是要由一個病毒來帶進它的身體裡面的 很有趣的 這裡是要用到一些基因工程 令到那隻年長的老鼠呢 它有一些基因上的變化 從而促使它更有能力產生的 那種特定的exercise 這種細胞 來幫助它修護這條脊髓 發覺是有效的 就是說起碼在其中一個進路就是 怎樣去幫助一條剛剛受傷的脊髓 去形成一個更加好的保護機制 令它生得更加好呢 那麼我們發覺是有一個方法令它促進得好一些 但是如果已經是一個比較晚期的那些呢 在這裡來說就暫時沒有數據去看得到 但是我們都看過就是 以前我們都提過就是 如果我們認識到哪幾個細胞 將它帶得到去 它就能夠在現場裡指揮 怎樣重新砌一條路出來的呢 那你會發覺就是 我們現在就似乎 Based on 我們剛剛在這個研究裡面 找到那些基本的數據呢 我們就將這個圖像就搞得更加清楚 就是變成那個施工的先後次序 還有你變成 你將來我可以想像到就是說 對於那個脊髓神經那個治療呢 除了你是要令到它穩定下來保護之外 那在中間那個頭那幾個星期 頭那幾個月的康復期裡面 你會發覺就可以多很多事情做的 多很多事情去介入 就令到它最後呢 就可以盡量是生得好一些 那就是可以令到那個 脊髓受損的治療呢 又可以埋盡一步了 那你以前問一些鐵打都說的 譬如你斷骨呢 它初頭的骨是生了的 當然就是骨筍了 那如果你遲的話 其實那些骨筍會陷入的 就是會整個變形的 所以 生錯位的 你的直覺上 你如果是骨折 或者更加嚴重的骨受傷呢 你越早去處理就 就是弄正的就越好 但是這個是常識來的 這個不是這樣的 只不過就是現在你用一個科學的方法 去驗證這個 哦 原來也是對的 但是我想問那個樣東西就是 就是那個時間 就是如果我們逐步逐步看到 其實有什麼好處呢 就是如果加上一個時間 你看這個變化 有什麼好處在這裡 就是它最重要是看到那個動態 你和不同組別 不同類別的那些細胞的動態 怎麼去走位 就是它 我們一直不是太熟悉它那個施工機制的 就是現在有少許的情形就是說 我就知道那一棟樓 就一直每天每天在建的了 但是你不是內行人 你沒有進過地盤呢 你不知道工程是哪一件事 做前哪一件事做後的 你可能只知道工人本身是 一個做紮鐵 一個就做倒石屎 是不是 一個就可能要拿那個釣機 但是你釣什麼上去 還有我記得就是 那個釣機怎麼起呢 很多人喜歡問的 是不是 那這就關於地盤那些東西了 但是同樣的這種建築問題 現在我們將它完完全全就擺在那個脊髓神經那裡 那骨頭那個例子 為什麼我們資料比較多呢 就是因為我們對於斷骨那個研究 是比較 就是那個案例比較容易去找到 還有重要的就是說 對於那些骨生的那個例子 我們不是很需要碰到那些 很微細層面的那些 比如關乎到神經系統的那些東西 你現在去到脊髓裡面 裡面不是一條骨頭 是裡面有一條非常之結構複雜 和脆弱的一個神經系統來的 所以你要將那個解像度提升得更加高 你才能夠真真正的掌握到 裡面每一個細胞在做什麼 所以我覺得這次它這個資料最大的價值 其實出現在什麼呢 就是在那個解像度那裡 就是現在它有一堆資料在那裡 我們還未知道怎麼用 但是你有人去預備到這些資料就很有用了 所以為什麼呢 在《自然期刊》去報導這個消息的時候 它用了atlas這個字 好像一個地圖集那樣 那個地圖集你擺 其實說真的 就是我在研中學的時候 那本地圖集在那裡基本上是可以擺多個用的 這些東西你是要懂得有用 譬如你去 有時以前沒有GPS的時代 在美國駕車 每輛車你都一定有個公路地圖集的了 你發覺你要找路的時候 你就覺得很有用了 這些東西 現在就是說 到了我們要知道怎麼去醫療這條脊水的時候 有了這個資料 就肯定將來會有很大的幫助 所以為什麼就是 這個可以是一種很基礎的資料搜集 是對於未來的脊水修復研究 是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那這裡我們很容易就看得到 我們下集回來 我們下集回來 2022神秘的夜和大家見面了 今天會和大家說些什麼呢 就是那一宗在飛機上發生的古怪事件 話說在幾個月之前 就在一架美國的內陸機 突然間有一個女人 站起來出來 大炒大賴說要下飛機 到底發生什麼事呢 這個女人就說 坐在他旁邊那個 就不是人類 大家不下飛機 就乘機人都會死 有很多網民在那裡說 其實那個女人 其實可能是沒有說謊的 就說 坐在他旁邊的一個 是一個叫Shift Shifter的東西 那幾圖你怎麼看呢 這東西其實都不算新的了 以前我們向神秘的夜 都有提過的鵝獸 什麼是鵝獸呢 鵝獸就是 可以變成人形的神獸之一 為什麼今天神秘的夜 會說這個題材呢 其實你想想 如果Shift Shifter是真的話 會不會我們身邊的人 其實未必是那個人來的呢 其實是Shift Shifter 去模擬那個樣子的那個人呢 換句話來說 可能有一天觀眾在看的 就並不是我和幾圖在做節目 而有兩個人在扮我們在做節目 但是如果是這樣 就很糟糕了 有機會 人們就在追求假的節目 就不記得追求我們的節目 關鍵是 如果觀眾看完之後 在YouTube上面 他們訂一個訂閱鍵 問題就解決了 沒有錯了 其實我和幾圖就真的沒有夾過 但是正正就是我想說的東西 其實就有人假裝我們兩個 是不要緊的 最緊要就是 用YouTube平台看我們節目的觀眾 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和鈴鐺在這裡按一下 我們有新的節目就會有通知了 好了 今天的神秘的夜就是這樣 之後就有神秘之夜了 並不是真的我和台長 不是 我和台長 對不起 我和阿企圖